過年加班嘛 所有人要加班了 對不對 我再講一次 年假放到14號 2月14年假 15號開工 16號黃國昌要開議對不對 他就是逼大家在過年 後面兩三天 出事出五加班嘛 然後讓他在立法院 可以好好表現 顯得黃國昌自己特別慶高 你看藍綠都要休息到23號 我黃國昌16號就上班 所以我才說互相傷害啊 除夕就開工啊 沒辦法怎麼樣 對不對 對 林俱先生說 過去他跟黃國昌那個什麼 當過這個同事 每一次都是這樣 藍綠講好一個日期 黃國昌就要提前七天 他就要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這樣子 他就要這樣 他就選著自己情政 好這一塊 類似助理 類似第二塊 好那黃國昌說 因為我們明子明高 明子明高 這個要提早七天 我想問 民意代表在放過年了嗎 站在民意代表角度 坦白講16號開工 還23號開工 根本沒有差嘛 對 民意代表初一就在發春聯了耶 在跑行程囉 初一就在跑行程嘛 然後過年前對不對 民意代表你最近是不是就在發春聯 過年後初一就開始跑廟 除夕要開廟門 他凌晨12點開廟門 真的 民意代表很辛苦 民意代表沒在驚啊 什麼時候上班的嘛 他說有人要出國 真的要出國 他的時間排了就出去了嘛 我再講一次 民意代表不會為了多休息一個禮拜 所以調22號 民意代表初一就忙得跟什麼一樣 我初一下午也需要拜年 對 我還不是民意代表 我再講這是為了助理跟為了那些工作人員嘛 是 你黃國昌不是最重是勞動權利 就這樣搞人家不是逼人家過年加班 那韓國瑜應該要第一個反對啊 對 韓國瑜是我等一下講這也很好笑 這也很好笑 然後呢你黃國昌最重是居住正義 就被上衣服爆料都跟賤商喝酒 然後呢最重是勞動權利 逼這個助理加班 對不對 對 所以才會有人說 全立法院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一個人認為不要16號嘛 韓國瑜嘛 對 因為他是院長嘛 是 那你黃國昌去跟韓國瑜喬一下啊 對 有沒有不是爆爆爆得很緊 對 告訴我反正我民進黨是少數隨便你黃國昌要幹嘛 對不對 對 第三件事情 黃國昌為了審政七天希望提早開議對不對 黃國昌浪費的時間都不止這七天了嘛 好 你看第九屆黃國昌 搞了多少杯葛多久空轉 你真的要省時間你少搞一些沒有意義的提案嘛 少空轉一些嘛 不要每次藍綠提外 都要提一個跟人家不一樣標新利益的法案嘛 那不是OK了嗎 對 對不對 最會浪費時間就是黃國昌 所以我那時候說黃國昌可能是最後團結藍綠的人 請問 你黃國昌開直播衝起來還不衝啊 是你黃國昌衝啊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黃國昌真的有可能最後團結藍綠 惹怒了婚禧跟柯建民 多少藍綠的幕僚在那邊罵叉叉叉的 對不對 所以最後我期待黃國昌變成藍綠的黏著忌 好不好 是易戰兄怎麼看黃國昌這樣子 急著16號 所以到底背後是什麼 他到底急著要表現什麼東西 然後這8席立委 是真的在立法院可以發揮他們所謂的關鍵8票嗎 因為他們都不分區啊 他們不是區域選出來啊 你看多有區域立委 立委的工作不只是在立法院開會嘛 明顯在這邊民意代表最清楚嘛 他們每天都要跑基層聽取民意 我也不要說他們去是跑團是為了雇組織耶 難道每天你都跟你這些小草們 你們唱養樂多資格才重要嗎 人家的跑團跑廟 這些所謂過年期間必經的行程 人家都已經排好了嘛 這第一個嘛 剛才正好也講啊 沒錯啊 所有的議事都要準備嘛 立法院的包含行政部門 你要質詢行政部門也好 會調行政部門的資料 行政部門要把準備資料給你 要嘛 這些東西都需要工作的時程 所以才年後給人家一些工作的行程 讓立法院開議的時候 大家可以準備好所謂的質詢嘛 但是他們不這麼想啊 他們認為的就是說我 我就是要開直播 我就是網紅 如果不開議我就沒得直播了 你們看黃國昌現在都沒有議題直播 他每天唱養樂多神曲 養樂多神曲那個 還跟那個學姐一起唱 賺流量嘛 賺流量是他們在立法院唯一的工作嘛 但是基層一票一票跑出來的 不是流量就可以得到的選票嘛 所以立法院裡面他們工作都有時程 我對黃國昌最不爽的地方是 這件事情你要找你找 你找傅昆琦去協調 傅昆琦說那個跟柯建民講好了 好你要找傅昆琦柯建民 就休息天 他連第一天都不上班了 所以我說黃國昌 你不要為了你們放水韓國瑜 讓整個的立法院的議程 可能未來都可能會拖很久 都可能會往後延 那這件事是不是藍綠 講好就好了 需要在意這個民眾黨黃國昌 我們說真的 立法院都是黨團 希望三個政黨都可以團結在一起 都可以同意嘛 但是就是你藍綠都已經講好 就是23號 而且是有道理的嘛 如果你有意義 這件事情只有誰可以解決 就是韓國瑜可以解決嘛 所以你去找韓國瑜 你去找韓國瑜看看 今天去看你找得到韓國瑜 連第一天他都不上班了 何況跟你講2月23號 2月6號要上班 所以黃國昌你不要為了 為了你們支持韓國瑜 未來整個立法院的議事 可能中午才開會的那種狀況 來為自己弄一塊遮羞 來故意說你2月6號要開會 這件事情就是你們 因為你們支持了韓國瑜 未來整個立法院的議事 都有可能因為院長怠惰 而不斷的延期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你們自己 造成的結果 不要把自己 再往自己臉上添溪 好像自己很勤勞 其實你為了就是你要去炒議題 炒流量 是 傑民哥我們看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不是現在傅君祺 跟柯傑民講好2月23號 那是說韓國瑜 是不是擔任那個 如果黃國瑜 硬是要2月16 那難道光是這個日期開議 就要卡住立法院嗎 這你要怎麼去找韓國瑜 這是一個問題 剛才這個明言說 還沒開班 對不起 大家也知道 經過立法院的辦公 立法院長辦公室 他其實裡面有一些 員工幕僚 他們一進去門的時候 左邊都是這些幕僚人 這些不會因為 民政人員 這些不會因為政黨人替不會 他們也想要知道 新的立法院長 有什麼事情要交代 那他本身自己有辦公室 有自己的格局 那這個事情請問一下 而且現在的佈置 都是屬於這個 我們說的還是 游錫坤的那個 他那個大的那個 你進去看他那些 字畫的那個地方 雖然沒有說 游錫坤已經打包了 已經回宜蘭了 但是你進去是你的辦公室 那你這辦公室要怎麼處理 你有沒有自己的風格 還有你的這個秘書長 要怎麼找 對不起 這些事情都還沒有 觸定之前 突然韓國 這個就看到一個 黃國昌衝進那個辦公室 怎麼都沒人 只看到幾個這個幕僚 還有 立法院長 除了秘書長之外 他自己本身也會有自己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秘書 是屬於他自己帶的人 這整個過程當中 也就是說 立法委員現在可以去休假 對不起 立法院長要立即開空 因為他整個辦公室 還有裡面人員的配置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好 講到黃國昌 第一件事情 他叫標性利益 黃國昌特質 就是要跟別人唱反調 但是你仔細看 他的標性利益 四個字形容 舊智無知 我們剛才解釋 歷年來 為什麼要過年後兩週 是因為很多事情必要處理 那你說叫別人準備好嗎 立法委員 真的按照你 請問一下 你那七個沒有當過立法委員 那七個怎麼辦 他們是一張白紙 開會了 我的幕僚找到了沒有 然後我要提什麼議案 這麼多事情 他們可能還要再上課 對 他們自己就不懂了 所以我就說 標性利益 但是幼稚無知 第二件事 黃國昌最厲害是什麼東西 叫製造話題 傅昆奇送一個禮物說 要23號 終於他可以開直播了 請問傅昆奇看在心裡面怎麼講 這事情我們私底下講就好了 那以後是不是我跟你講的事情都變直播 對 因為政黨協商很多內容是大家協調 有過程有來往 那以後我要怎麼跟你溝通 對 真的以過往的經驗 你跟民眾黨跟柯文哲聯繫 或是跟黃莊國際聯繫 可能都要擔心 是不是有可能又被曝光 對啊 因為很多事情大家是來討論的 就是私下討論 你看我三部 我經理兩部 大家協調最後把議案給配合好 然後記得立法委員分工 自己找資料 然後接著叫行政政委來做報告 那現在變成說 我現在要跟你怎麼溝通 那是不是黃國昌你講完之後 我藍綠都要照辦 那我不照辦你就直播 可能都要錄音吧 不然到時候又雞同鴨講 這怎麼回事 好 那我說你很會製造話題 你真的很懂立法院都懂了 都很厲害 好 那請問一下 你的上一次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過了幾個法案 過了幾個法案 你告訴我 零就是零 說穿的就是零 所以也就是說現在 我看傅崑奇回去 看到這個直播他 而且你知道傅崑奇 這個很重視面子 我其實只問你一句話說 我們是不是23號 那這件事情說16號 那我們回去討論 討論再跟你跟你談 還要去跟這柯建民談 我要這麼說一下 傅崑奇以後見到黃國昌 會什麼想法 現在他們是很辦喜事 他們現在氣氛很好 他們喜事 國昌跟國瑜抱在一起 那傅崑奇也說 將來藍白要合 藍白要合 哈囉我還聽到這句話 藍白要合在我的耳朵裡面 回肉 馬上直播就衝你了 所以我是這麼覺得一件事情 其實賴清德是很是善意 柯建民懂黃國昌 所以柯建民在立法院 當然就會扮演關鍵的角色 所以我認為這場戲會很經常 但是最後頭痛的人會是誰 韓國瑜 最後要調和抵耐 對 韓國瑜調和抵耐 只說韓國瑜的角色 到底要如何扮演 他應該是中立 那未來這個立法院 總是會有些不同的意見 因為過往的經驗 大家都覺得 立法院是常常會出現 打架的一個狀況 那說未來會不會呢 當然媒體也有去問 這所謂的什麼 國會改革要不要兌現 這個韓國瑜說要立刻啟動 那另外就是說會不會怎麼動用警察權 然後韓國瑜說立法院是講道理的 不是講拳頭的地方 當然不會使用到警察權 所以瑞克怎麼看 未來的立法院會再出現 以前立法院那種衝突激烈的狀況嗎 韓國瑜爽爽一天 2月1號他當了立法院的院長 那麼馬上就出現了 你看國民黨的總召 跟民進黨的總召 兩大黨加起來100多席 都已經講好 都已經講好 這個2月23號開議 跑去跟這個民眾黨 我個人認為比較像是告知 比較像是告知 但是尊重 結果馬上被人家 砰的打回來說 2月6號 2月16號 那林俊宣立委 林俊宣說 那麼 黃國昌以前在 時代力量的時候 也習慣這樣 你多少 我就提早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對了 反正暗調就是突顯 自己的重要性了 那是這個林俊宣說的 所以呢 這個立法院開議的會期 最要傷腦筋的就韓國瑜 因為他現在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你開議不是立委來上班而已 你的幕僚的作業 秘書處的作業等等 有一大堆的這個作業就對了 緊接而來就是 韓國瑜自己講說 除了這個所謂的官邸不去之外 不住之外呢 他說以後不會動用警察權 各位你要聽清楚他講的話 他的意思是說 類似愛與包容嘛 所以愛與包容 所以立法院以後是要講道理的 不是要講暴力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就不需要動用到警察權 是否不太太想說 我看你要動用警察權 我要動用警察權 是否一定打個亂 有機會 不是沒機會 有機會真的打到亂七八糟 不可能 以前我們看過的都可能在立法院 事實難料 韓國瑜先生 你也曾經在那時候的台北縣議會 這個他丟東西給 在當時的現場 郵親好像丟過東西吧 我記得就沒有辦法 議會議員 尤其是國會議員跟地方議員 都會難免都會出現 這樣的一個激烈的一個動作 當然啦 也是祝福韓國瑜了 為什麼 既然你當選了 那以後你的一舉一動 大家都在看 你 你敢也才